今天是夕阳情人节 情侣们用各种浪漫的方式来庆祝 但是已经跟情人分手的 却是更加触景伤情 在台北有一名男子 因为女朋友变心 他竟然就随身带着西瓜刀 砍路人泄愤 而在桃园 也有一个人借酒交愁 迷迷糊糊地开车上路 结果车辆暴冲 差点撞伤人 妇女团体今天表示 失恋以后的情绪管理 真的是现代男女必修的功课 不管是大哭一场 还是想朋友 或者辅导机构求助 多少都能够把痛苦的情绪 宣泄出来 避免自己一时激动 伤害到其他无辜的人 监视器右上角 手持西瓜道男子 居然当街砍人 情绪失控的原因 全是因为失恋 谢谢男子原本随身带刀 要向变性的女友来报复 却在超伤前撞到了路人 冲动下居然砍伤路人逃逸 因为爱情变调 引发公共危险的 还有桃园的这名男子 车内的正系男子疑似因为和女友分手 戒酒消愁 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 还开车上路 结果开到睡着 停在路中央 原警担心发生意外 用力摇车想摇请他 没想到车子却突然爆虫 还好没人受伤 没酿成大祸 只是像这样 情场不得意 就不顾其他人生命安全的情况 赋予团体认为 都是因为情绪没有做好管理 不知该如何找寻书发管道 才会把怨气发泄在情人 甚至是不相干的人身上 恋爱是许多人在人生会经历的路程 只是当爱成往事 该如何好聚好散 和平分手 在心理上的调试和情绪管理 更是有情人们得不断学习的课题 记者综合报道